欢迎收看全民音节终极写作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Mr.Chair教英文的时间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将介绍一个全新的单元 就是所谓的全民音节终极写作 那么这个全民音节终极写作 就是延续初级写作 提升到终极写作的部分 那到底终极写作是考什么呢 它考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终翻音 那么这个部分呢占40% 第二个部分当然还是考作文 那么它是一个图画 这个Picture一张图片 要你把这张图片呢 用120个字来描述 那么总分呢占60% 总和100分 那么未来我们的节目将会 这个轮流从这个 第一一部分是讲有关于这个中翻音 然后呢 接着是讲有关于这个作文的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先开始 从这个中翻音的部分来再分析 那么中翻音呢 它的这个难度呢 较之我们的这个大学的学测来讲 它的难度更高 因为它不是只有翻译两个句子 它是翻译一个小的一个短文 那么这个短文部分呢 要你把它这个前后连贯 而且词译要翻得非常的通顺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连贯式的翻译 那到底这个连贯式翻译 我们要准备来练习 那么用字前期如何使用 以及文章的这个句法结构 应该是如何来分析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要进行的主要的一个重点 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 如果对大家来讲是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 新到不能再新的一篇讯息 好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 全民简终极写作第一集 第一部分 中翻音的部分 好 我们先看说明 请将下列的一段文 中文翻译成通顺 重点通顺 达意 而且前后要连贯的英文 也就是呢 它其实就是写出来 要变成一个小型的 短篇的这个作文 短篇作文 所以你要让人感觉是 你在写作文 而不是在 一个字一个字的翻 好 我们来先把整个翻译的这个题目来看一下 我永远也忘不了 1999年9月21号的南投 Nanto之旅 想到这个应该是很多人 有经历过的 这场地震的这个事故的很多人很伤心的回忆 1999年9月21号的南投之旅 那么我先拜访了一些许久不见的好友 我们呢彻夜聊天谈着我们童年的回忆与现在的生活 我突然之间 这个就是一个总的转 def 变得很可怕 我感觉到地板摇晃 墙壁剥落 就在这场强烈的地震中 数千人上升 我的朋友跟我幸運的逃過理解 這是整篇的一個中文 要你把這整篇的中文 直接翻成英文 到底要怎麼翻呢 我們這樣一句句來看一下 他怎麼來分析 來寫這個中翻音 好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我永遠也忘不了1999年 9月2這個日期一定要出來 我們日期是由小到大 先寫9月21然後再寫1999 的南投之旅Trip旅行 好我永遠也忘不了 這個地方我們重 我們來看一下法文 我們重要的這個用法 我們來寫上去 很重要的用法就是提醒大家 這個地方永遠忘不了 那麼這個永遠忘不了是未來 不管時光多久 所以通常我們用的是時態 未來是永遠未來永遠時空忘不了 就I will not I will never I will never 我們用never 永遠 將 forget I will never forget 那麼這個是頻率負詞 頻率負詞放在住動時候 一般動詞前 這個地方 I will never forget I will never forget my trip 去哪邊的旅行 to Nanto 好最後日期 我們不要忘記 一定要有一個時間 在什麼時候 這個時間點要出來 用on on September 9月 9月 那麼雖然是 時間由小到大 但是9月還是要先出來 叫September 這個地方可以直接放這個 用簡稱 叫做 21st 這個地方叫ST 21st 當然你要整個把寫出來 也可以 21st 那我們可以寫 21st 那麼 1999 1999年 1999年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 我永遠忘不了 1999年9月 21號的南投之旅 I will never forget my trip to Nanto on September 21st 1999 好第二句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拜訪的一些 許多年不見的好友 好 我先 I first visit 好 那麼這個先的副詞 放在這個所謂的 一般動詞前 我先 I first visited 這不是第一 所以這個不能加定罐詞 他最主要是修飾這個動詞 I first visited 一些好朋友 好但是注意喔 我先拜訪的 這個當然很容易寫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 多年不見的好友 本來是直接說 我拜訪的一些好朋友 就good friends就好 可是他這個地方多了一個 一些許久不見的 這個的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英文來講 要後衛修飾法 因為他這個是很長的 多年不見的 後衛修飾 而且多年不見 他的時代是更早之前 還用到過去完成式 所以 拜訪了一個什麼樣的朋友 那你要來修飾他 就是要一個形容詞 指句來修飾他 這個朋友是 whom I had 我並沒有 I had not seen for several years 好也就是說 我首先拜訪了一些什麼樣的朋友呢 whom I had not seen 我沒有看到 I had not 這個為什麼要had 因為他是更早的過去 我沒有看到的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變成 關帶移到前面去 whom 當然這個whom 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我們最好把它寫出來 也可以寫who 因為 主格可以代替受格 主格可以代替受格 所以 是不是就是說 I first visited some good friends whom I had not seen for several years 好幾年不見的好友 好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 那麼我們呢 徹夜聊天 談著我們 童年的回憶 與現在的生活 好 we talk about 當然談論到 關於什麼事情 用talk about 如果跟什麼人談論 叫talk with 或talk to 所以我們談論到 we talk about 我們的 這個地方有兩個 用字潛詞要做的 童年的回憶 與現在的生活 好 那麼什麼叫童年回憶呢 童年的叫做 childhood childhood 回憶當然我們就比較知道 memory memory 但是 要去外加IS memories our childhood memories 以及什麼呢 現在的什麼 現在叫present present 生活 lives 我們現在的生活 all night 一整晚 all night 一整晚 一整晚 徹夜 這時間放後面 徹夜聊天 談論著我們的 所以我們通常這個時間 地點都把它擺後面 側夜 我們擺後面去 然後呢 突然之間 我感覺到地板搖晃 牆壁剝落 突然之間 suddenly 突然之間 我們也可以用 all of a sudden 我變成名詞 all of a sudden 這寫作文 如果要拉長字句的話 就用all of sudden 但是如果翻譯的話 直接寫sodden的就可以 因為翻譯只要對就可以 好 突然之間我覺得地板 這個叫什麼 國中學過了 感官動詞 那麼這一次期末考 就要考到 感官動詞 在第五課的部分 康宣版 感覺怎麼樣 或者是 聽到什麼 或者是 這一個 看到什麼 或者是 感覺什麼 聽到什麼 那麼這個叫做 感官動詞 感官動詞後面放 兩個標準答案 圓形或ing 好 那麼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要表現出 這個 他是這種 當時的情況 是很可怕的 正在進行什麼情況 所以我們用進行式 來表示整個感覺 所以 突然間我覺得 地板是怎麼樣呢 搖晃 我們用的是 shaking 去E加ING shaking 感覺到 好恐怖 地板 the floor shaking and the walls 好 那麼這個最麻煩 這個 如果你沒有背道的話 這個是很 很麻煩 所以他這個翻譯最難的 就是他那個字 給你限縮 不像坐 你可以 躲掉一些字 但是翻譯他就是 可以定死在那個字 你就很麻煩 所以 剝落呢 你就要背到這個字 叫 cracking cracking crack 加ing cracking 好 那麼 接著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呢 這個 感覺到地板搖晃 以及感覺到牆壁剝落 所以這邊都是授詞 授詞 後面放的是 補語 補充說明 shaking and cracking 好 在這場強烈的地震中 數千人上升了 好 那麼在這場強烈是 表地點 地點可以擺後面 當然地點如果要擺前面 可以用導中句型的麻煩 所以我們把地點時間都往後擺 好 那麼在這場強烈的地點 我們先講到 數千人上升 這個是主要的主詞在這裡 數千人 好 所以我們就寫 thousand saw thousand saw 數以千計 這個地方記得要叫s 數以千計的人呢 die 死亡 在這場什麼樣呢 強烈的 非常恐怖 強烈 severe 當然也可以寫serious 當然也可以寫strong 但是severe 這個叫非常慘烈的 非常嚴重的 我們通常用severe 在很多新聞裡面出現這個severe 嚴重的傷亡等等 用severe 好 那麼Earthquake 那麼在這場非常嚴重的這個 地震裡面 這個把它放到巨尾 表地點 好 最後呢 我的朋友跟我 這個幸運的 這個幸運地呢 我們就要擺在最前面 因為我們講說 不管是什麼 幸運地啦 或者老實說啦 實際上等等 這個負責擺在最前面 幸運地啦 不幸地啦 這種東西 就我們負責擺在前面 修飾全聚 好 所以我們說 這個地方叫lucky 幸運地 我的朋友跟我呢 最麻煩的是 逃過一劫 這要怎麼講呢 那麼就是有了一個很狹窄的逃脫 狹窄逃脫怎麼說呢 有了一個 這個狹窄 narrow escape 狹窄的逃脫就是 僥倖逃過一劫 就是所謂的 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非常僥倖的 非常 驚險的 逃過一劫 一個狹窄非常狹隱的逃脫 那 narrow escape 整個就翻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它 實態 巨型 結構 用字 潛詞全部在裡面 然後我們要透過不斷寄 好幾篇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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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不斷不斷解析呢 來逐漸累積出強大的這個 翻譯的這個技巧 以及翻譯的這個 這個能力 好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整篇的文章是怎麼樣 我們來練兩遍一下 從這個中文以及翻成英文 好 我們把整個英文原文再翻一次 我們第一次在這裡 我會不會忘記 我第一次在1999 我第一次在1999 我第一次溝通了一些好朋友 我沒有看到幾年前 我曾經過幾年前 我們說過幾年前 我的記憶和今天 我抱歉 在1999 雖然 我 發生了 腦肌的 好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 Suddenly I felt the floor shaking and the world cracking Sounds of people died in this severe earthquake Lucky my friend and I had a narrow escape 整个 好 我们把它翻出来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一个 全民节目终极协作的一个整个内容的一个解析 好 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如果对大家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也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 吸入到不能再新的影片讯息 期待 下次全民节终极写说见面 谢谢